我沒有追星 但是我有喜歡的藝人 是楊哲林 可是他基本上沒有什麼負面新聞 然後我覺得 因為畢竟他是藝人 所以他的私生活可能會被 放大 但是我覺得 那是他們私生活 所以我覺得不太會影響到什麼 其實如果他不說沒有人去爆料的話 基本上那是他們私下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對我沒有太大的影響 有啊像現在的龔俊和江哲瀚 是我最近比較追的 然後蠻喜歡他們 我對待明星 就對於交女朋友這類事 倒是比較看得開 我覺得對於主要不像原則性 什麼吸毒啊之類的 對我來說我都可以比較能接受 只要追星換得快 他反正就輪不到我 我追星 但其實我覺得 他們的負面新聞那些 對我來說就是 我其實不太在乎 我覺得 對我來說的他訪 是 他們在做自己喜歡的 事情 舞台啦 歌啊 或是一些他演戲什麼之類的 就是已經沒有熱情的話 我覺得那對我來說才是他訪 如果 我喜歡的明星他訪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會在他們的文啊 底下留言 就告訴他們還是有很喜歡他的 但就是希望他們趕快找到 之前的熱情初衷之類的 我應該沒有太大的反應吧 因為我覺得明星也是人啊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 我喜歡的是他的音樂 而且 而且 其實懷念的不就是自己的青春嗎 他的人生好像跟我也沒有太大關係 我會看 我就去看 誇一下大家都在留言什麼 我最有印象好像是 羅志祥跟周養青 但我從來不會去留言什麼 就是看大家罵這樣 真的是太雜了 可是他說他會改 希望他真的會改吧 就是比較過分一點 比如說什麼出軌啊 吸毒這樣吧 就是有違背那個規則的 就可能會讓我覺得很生氣 就什麼 比如說毆打妻子啊這樣子的 比較過分一點的 最近期的就是 求婚者跟才子 然後我就覺得 才子看起來這麼文文靜靜的 看起來這麼善良 怎麼會去做這種 傷害他好朋友的事情呢 而且他之前還一直在說謊 雖然就不干我的事 可是站在 如果我是邱方哲同理心的情況下 我會覺得說 那真的很大的傷害 而且 會讓我覺得 娛樂圈裡面 好像都 蠻亂的 最近有時候我朋友就對一個什麼羅志祥 就是我一直抱持個 就是探探的態度而已 因為我一直就 一直就覺得他 不是很喜歡他 因為他 我記得他的簽上會好像是什麼 買三張才可以握手 然後什麼幾張 抱抱幾張 我就覺得他這種 就是 有點像是那種在強逼人的方式 買他的那個專輯 很看不下去 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